大家好,我是蜜耀讲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东野龟吾的推理小说《新参者》 这也是加贺公一郎系列的第八本小说 在严肃冷峻的推理背后 书写着市井人情之中的温情善良 感谢他们的推荐 第一个故事,仙辈殿的女孩 那我们开始吧 仙辈殿的老奶奶聪子刚出院 和孙女蔡岁正聊着天 保险推销员田仓先生推开玻璃门走了进来 他是来拿聪子奶奶的诊断证明的 聪子把一个信封递给田仓 田仓接过文件 打开看了看 老太太住院两个月 还查出了胆管炎 本来打算动手术 结果往后拖了 田仓说 文件齐了 我马上去公司办手续 最迟下个月便可以支付住院补贴 蔡岁的母亲在她上小学之前 便因交通事故去世了 父亲文孝和祖母聪子 靠着家里的仙辈殿把她拉扯大 蔡岁渴望母爱 还好有祖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陪伴 正因为如此 今年四月得知祖母差点病危时 蔡岁崩溃了 眼泪止不住地流 聪子出院时 蔡岁握住祖母的手说 以后自己要照顾奶奶 聪子文言感动地大哭起来 然而这种感人的场面 并没有维持太久 祖孙俩都是极脾气 聪子看着笨手笨脚的孙女 做家务渐渐变得急躁 开始插手 蔡岁受不了祖母的唠叨 索性让她自己干了 于是家里又回到了 聪子住院前的样子 第二天傍晚 三个警察来到了仙辈殿 带头的家贺警官问 昨天有一个姓田仓的人来过吗 得到肯定的答案后 她接着询问了田仓来的时间 后面准备去哪 以及有无异样 蔡岁和聪子不记得田仓来这里的准确时间 也没有觉得田仓有什么异样 蔡岁说 西装的颜色不一样 以前是褐色 昨天是灰色 因为昨天的身西装比较适合她 我记得很清楚 家贺对这句话产生了兴趣 问道 当时她有没有穿西装上衣 蔡岁说穿了 三个警察走后 父亲文笑说 该不会是和发生在小传马厅的案子 有什么关系吧 蔡岁拿起报纸 看到了文笑说的那起案件的报道 一个独居的45岁女人在家中被人勒死 房间里没有搏斗的痕迹 因此凶手很可能是被害者的熟人 日本桥警察局和警示厅将案件定性为她杀 正在调查 第二天 警察还是在附近转悠 到处打听那天有没有人看到田仓 她到先被垫的时间好像非常重要 蔡岁环顾四周 猛然发现家贺就在对面的咖啡店 她气呼呼地跑去问家贺在监视什么 家贺笑了 邀请蔡岁坐下来一起吃点东西 蔡岁问家贺是不是怀疑田仓先生跟杀人案有关 家贺叹了口气说 他是嫌疑人之一 凶案发生当天 田仓先生去过死者家 我们在死者房间里发现了他的名片 他本人坚称只是去死者家完成保险手续 据说田仓先生那天下午5点半左右离开被害人家 当时被害人还活着 据田仓先生说 他离开被害人家后先去了你家 接着回到公司 将你奶奶申请住院补贴的资料交给了一名女同事 然后就回家了 他在回家途中见过一个朋友 根据这个朋友的证言进行推算 田仓先生离开公司应该是在6点40分左右 但据他的女同事说 6点10分时他已离开公司 也就是说 这里有30分钟的空白 这些时间足以拿来作案 关于这一点 田仓本人坚称自己离开公司的时间是6点40分 没有顺便去小转马厅 是那女同事记错了时间 田仓先生和他的女同事有说法一致的地方 也就是 从他回到公司到离开公司大概只有10分钟 从你家到他的公司只需不到10分钟 所以只要弄清他离开你家的时间 便可以知道他是否说了谎 但你和奶奶都不记得准确时间 所以我就在附近挨家询问 很遗憾 没人目击田仓走进仙被垫 家贺看向窗外 说道 今天真热啊 你看 那些上班族脱了上衣 正从人心厅往这边走 也就是从右往左 相反 从左往右走的人 上衣都穿得很整齐 菜碎很惊讶 他发现事实正如家贺所说 家贺接着说 原因很简单 首先 很多上班族路过这条街 他们任职的公司大都在冰厅 现在是5点半 从人心厅走过来的人 此前都不在公司 应该是负责外出销售 或上门服务之类的业务 相反 从左往右走的人 此前都待在公司里 他们一直在开足空调的房间里待着 不像外出的人流那么多汗 甚至还有些冷 因此才穿着西装 田仓是负责外出事务的 而且他说自己从小转马厅的死者家中 出来后就去了你家 他走了很多路 却还穿得那么整齐 这里也可能隐藏着30分钟之谜的真相 晚饭时 蔡岁将家贺的话告诉了祖母和父亲 文孝一脸为难 问道 田仓先生真的是那么说的吗 他说自己从小转马厅来到咱们家 然后又回到公司 接着才回家是吧 家贺先生是这么说的 哦 文孝似乎在思考什么 看着心不在焉的父亲 蔡岁心生疑惑 第二天傍晚 家贺找到文孝 说出了自己的推理 田仓并非在外面转了一圈 然后再去宁家 而是先回到公司 完成所有工作之后才去的宁家 所以当时他穿得整整齐齐 没有热地脱掉上衣 他五点半离开小转马厅 六点前到达公司 将聪子女士的住院补贴手续 拜托给女同事 然后穿上西装去了宁家 从宁家出来后 他又回到公司 待了一会儿便回家了 这样就不存在30分钟的空白 但这样就会产生另一个矛盾 如果他回公司前没来宁家 就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 也就不可能办手续 另外 如果田仓先生的行动真的如此 他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去新大桥医院 询问了聪子奶奶的主治医生 他说您要求他写了两份 内容不同的诊断证明 一真一假 文校坦白 他说的对 是我坚持的 我妈坚持要自己办住院补贴手续 但我不能让他知道 诊断证明上的内容 我真是没办法了 那天六点前 我到田仓先生的公司附近 直接把诊断书交给了他 他马上帮我办了手续 真是对不起田仓先生 都是因为我请他做这么奇怪的事情 才让他蒙冤的 说实话 这件事还是他想到的 我把真正的诊断证明交给他时 他跟我说 不管发生什么 他都不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他也是江户人 会誓死捍卫男人间的约定 他真傻 说出来就好了 佳赫说 但您也没说 而田仓先生遵守了和您的约定 文校无言以对 他叹了口气 又道 医生说是胆管癌 我绝不想让别人发现 他本人自不必说 菜碎也是 那孩子跟他奶奶更亲 整天跟他奶奶撒娇 但是 已经无法隐瞒了吧 佳赫说 要证明田仓先生不在场 就得把整段证明的事说清楚 我跟上司商量了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 只需要您的证词 原著中 佳赫他们并没有把 聪子的真实病情 透露给聪子和菜碎 让这祖孙俩人就幸福地吵吵闹闹 电视剧对此处做了改动 佳赫来找文校时 聪子在场 并且逼着他们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其实聪子奶奶心里清楚 自己可能命不久矣 但他故作坚强 不想告诉菜碎 还偷偷给菜碎做了 他一直吵着要吃的仙辈 作为给菜碎去巴黎进修的 鉴别礼物 表面上说 搞不懂菜碎的美容 事业的聪子奶奶 其实内心里 一直为自己的孙女自豪 希望她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一直吵吵闹闹的祖孙俩 其实一直都深深爱着彼此 我觉得这个改动 是合乎情理的 而且更加生动地体现了 聪子和菜碎的祖孙情 让人更加感动 下一个故事 是廖亭的小伙计 下午四点 在廖亭门前 小伙计修平 用勺子摇起桶里的水 往地上洒水 他一开始觉得 用水管洒水就行了 被老板娘赖子 训斥了一顿 赖子说 洒水是为了不起尘土 要是在廖亭前 湿漉漉的 会给客人添麻烦 而且来人 行厅一带的客人 都很注重情趣 他们最喜欢 看见习的小伙计 拿水桶洒水 要是一个人 穿着牛仔裤 拿水管子洒水 就完全没有情趣了 老板娘有些专制 可作为一个经营者 她仍然让修平 心存尊敬 一个穿得像流氓的男人 从廖亭里走了出来 她是赖子的丈夫 松屎廖亭的老板太智 太智老是让修平 替她去跑腿 买人行烧 今天也不例外 太智从修平手中 接过装着人行烧的塑料袋 嘱咐修平不要告诉别人 然后就赶紧跑了 第二天 有几个警察来找修平 警察从塑料袋里 拿出几罐咖啡 邀请修平喝 修平一开始说不要 但在警察的坚持下 她还是拿了一罐喝了起来 警察问修平 三天前是不是在这条街 前面的一家店买了人行烧 修平感到心跳加速 既然刑警都这么问了 她只得承认 买了十个 七个有馅 三个没有 装在透明的塑料盒里 警察问她是要送人吗 修平摇摇头 和太智的约定在脑海中闪过 她说 是我自己吃的 警察反问道 能吃十个 修平答道 白天吃了点 剩下的晚上吃了 警察继续追问塑料盒在哪里 修平低下头 这下可麻烦了 要是直接说 把人行烧交给了太智 事情就会马上解决 可那样会挨太智的骂 说不定还会被辞掉 她心声一记 说 我今早把垃圾扔了 刑警们的脸上 浮现出失望的神色 喝完咖啡 家客警官用塑料袋 收起了所有的空罐 告辞离开了 经老板娘的提醒 修平找到前天的晚报 上面报道了小传马听案件 报道中没有提到人行烧 修平觉得 这可能因为是秘密侦查 还没有对外公布 她冒出冷汗 太智似乎有情人 听说那个情人就在小传马听 因为有人在那一带见过太智 太智让修平帮她买人行烧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人行烧大概是太智 带给情人的礼物 修平心想 如果单纯的巧合还好 但巧合未免太多了 刑警们单单找到修平询问 这也让她十分担心 一天当中 买人行烧的应该不止她一个 难道被害人是太智的情人 如果真如此 凶手就是一种不祥的想象 在修平心中膨胀 第二天晚上 佳赫警官来料亭吃饭 他问修平 你喜欢吃甜食吗 修平刚想说不 又慌忙点头 他想起昨天刚说过 自己吃掉那么多的人行烧 只能说 是算是喜欢吧 佳赫说 但是你昨天选的灌装咖啡 是无糖的哦 修平心头一惊 指得说 咖啡啊 我喜欢无糖的 佳赫说 老板娘应该已经告诉你了 我们在案发现场 发现了吃剩的人行烧 因此推测被害人 可能是在吃人行烧时被杀的 不仅在死者体内 发现了人行烧 桌上的塑料盒中 还剩下了几个 在死者被害前 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 到过他家 他说死者当时 还说人行烧是别人送的 问他吃不吃 可见人行烧是别人买的 但还不知道是谁买的 通过盒子上贴的标签 我们查到了那家店 死者家中的人行烧 既有带现的 也有不带的 我问了店员 在案发当天 买人行烧的顾客 是否有人这样要求 店员说有几个 很遗憾 他大多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有 松屎料亭的小伙计 你应该经常去买吧 休平这才明白 这个刑警 为什么会来这里 的确 他曾奉太智之命 买过多次 贾赫接着说 在成人行烧的盒子上 发现了三种指纹 一种是死者的 一种是店员的 至于另外一种 警察认为 很有可能是送给 死者人行烧的人留下的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 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我再告诉你最后一件事 塑料盒上第三种指纹 不是你的 休平瞪大了眼睛 我的指纹 啊 什么时候 休平忽然反应过来 当时 佳赫他们劝他 喝咖啡的最主要目的 不是看他会选择 有糖还是无糖的咖啡 而是为了获取他的指纹 休平在洗碗时 太智突然出现 带着休平来到了一个夜总会 一个自称 潜美的女人 招呼了他们 太智对休平说 潜美就是我的女人 你帮我买的人行烧就是送给他的 我跟那个凶杀案没有任何关系 你肯定怀疑那个被杀的女人 是我的那个 这的确是个奇怪的巧合 潜美就住在发生凶杀案的那栋公寓 休平点点头 他觉得太智不像在说谎 赖子来到酒吧 在老位子坐下 忽觉有人走近 是家贺警官 他告诉赖子 其实警示厅的人 没把买人行烧的人 当成重点侦查对象 我们在死者房间里 发现了几处擦拭过指纹的痕迹 如果送人行烧的人就是凶手 他不可能忘掉那个塑料盒 但盒子上没有擦拭过的痕迹 即便如此 身为警察 我还是要弄清楚那里 为什么会有人行烧 只有弄清楚每一件事 才能辨明真相 见证科的人发现 现场剩下的人行烧中 有一个里面放着芥末 而且这个放有芥末的人行烧 比其他的制作时间要早 因为水分已经流失 变得有点硬 见证人员认为 这个人行烧从制作到案发时 已经过了一天 所以这个人没有将芥末 放进刚买来的人行烧 而是事先准备好 然后掉包 因此可能有人连续两天 买了人行烧 于是我便去了那家店 询问店员 那天同时买带馅和不带馅 的人行烧的顾客 有没有前一天也来过 店员说没有 可他告诉我了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 松屎料亭的小伙计 在那天买了人行烧 但前一天老板娘也来买了 不愧是老店的老板娘 人行厅没人不认识你 塑料盒上的第三个指纹 应该是您的吧 赖子决定放弃 我认输了 家贺先生 您说的没错 但这不算犯罪吧 家贺点点头 当然不算 只是一个很可爱的恶作剧 您是为了吓唬您丈夫的情人吧 我到他常去的店打听过 那女人叫钱美 在银座上班 和志祺凶杀案的死者 住在同一栋公寓的同一层 赖子回答 您很厉害 但在这一点上还是猜错了 我是想让我那傻老公吃芥末人行烧 因为太智不吃甜的 我把芥末放进了不带线的人行烧 他应该知道那女人的孩子 不是他自己的 因为他根本不能生育 但他还是高兴得不得了 一有空就到他家里去看孩子 还给他零花钱 真是个冤大头 他还以为自己的老婆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才想敲打敲打他 往人行烧里加了芥末 家贺长出一口气 但您丈夫现在还不知道您要敲打他 他甚至不知道送给情人的人行烧 出现在凶杀现场 前美承认将人行烧送给了死者 赖子问 他为什么送给别人 这个嘛 家贺好像有点难以启齿 他不喜欢合适点心 不管有没有馅 他都不吃 但有一次为了复合您丈夫 他说喜欢人行烧 结果您丈夫就经常送来 这让他很为难 那天他终于受不了了 在门口接过人行烧后 立刻连塑料袋一起送给了一个 住在同一层的女人 所以盒子上没有他的指纹 您丈夫和修萍的指纹 也因此没有留在盒子上 这就是廖婷的小伙计的故事 第三个故事 陶瓷店的媳妇 陶瓷店的婆媳 这两天正在闹矛盾 起因是婆婆临江把儿媳妇麻记的 Hello Kitty毛巾做成了抹布 婆婆觉得只是一条旧毛巾 没什么 拒不认错 儿媳妇觉得婆婆不尊重自己 把自己最喜欢的毛巾做成了抹布 婆媳俩随后都不和对方说话 夹在当中的儿子兼丈夫 柳泽上栽 最近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回到家就只能在沉默中吃晚饭 这是柳泽家最近经常出现的场景 这天有个男人走进店里 说 你好 是柳泽先生吗 上栽说 是 那柳泽麻记女士是 是我 麻记答道 佳赫警官报出自己的身份 然后问道 您认识三井疯子吗 上栽说不认识 麻记略加思索 说道 莫非是住在小传马厅的那位 佳赫连连点头 说 是的 他前两天去世了 我们认为是他杀 他脖子上有勒痕 麻记惊讶地张开了嘴 佳赫问 他大概多久来一次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麻记说 他大概一个月会来一次 最近一次大概是在一周前 当时他来买筷子 说是要送人 但想要的筷子正好卖完了 他没买成就走了 我们马上就订货了 但现在还没到 倒是有商品目录 佳赫接过目录 那是套装夫妻快礼盒 佳赫感叹 真漂亮 谢过柳泽夫妻之后 佳赫就离开了 晚上 林江回来 上栽说起了白天发生的事情 林江说 刻剪刀的老板也说刑警找过他 据说那女人是被杀前去过刻剪刀 买了一把除剪 老板说以前没见过这个顾客 也不知道为什么嘛 第二天下午 上栽跑完业务回公司途中 顺便回了趟家 听到林江在电话里聊 下周旅游的事情 还说可以吃到鲍鱼 林江看到他吓了一跳 上栽问 那个 林江撇嘴说道 他去美发店了 这次不知道会染成什么颜色呢 上栽经常感到不可思议 在他不在时 婆媳二人究竟是如何交流的呢 他们既然不面对面说话 林江怎么会知道麻记去了理发店 佳赫走进陶瓷店 微笑着问 我能看一下您家的除剪吗 林江有些疑惑 但还是给佳赫看了 佳赫道谢后 把纸袋递给林江 问道 您吃鲜贝吗 林江说 甘酒横丁那边的店吧 以前经常吃 可最近 你看啊 牙不行了 佳赫说了句 请好好保护牙齿 打扰了 刚要走 上栽追了出去 说要问点事 两人走进一家自住咖啡厅 上栽直奔主题 问佳赫怎么会知道麻记的名字 佳赫摆出懊恼的样子 哦 我的确说了您夫人的名字 当时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牵连 有些疏忽了 起因是在死者房间中 发现了一把除剪 刻剪刀的包装都还没有拆掉 后来我们在死者的电脑里 发现了一封邮件 收剑人正是柳泽麻记 也就是说 麻记托那位三井女士 帮她买除剪 上栽好像明白了什么 她告诉佳赫 最近麻记和林江婆媳俩 闹矛盾的事 他们两人都下厨房 却不愿使用同一把菜刀 所以她很可能想买新的除剪 又不想让我和我妈知道 才托别人买 刻剪刀的人也认识她 很有可能会告诉我妈 两天后 上栽晚上回到家 发现那两人已闹得不可开交 麻记说 打开针线包时 发现里面放着一个信封 收剑人是林江 她一看林江就生气了 怪她随便动别人的信 可她其实并没有看信的内容 上栽叹了口气 佳赫又找到了上栽 两人一起走到刻剪刀 老板看到佳赫 笑着拿出了一把剪刀 前端是圆弧形的 佳赫说 您夫人想买的 其实是这把剪刀 不是初剪 但被害的三井女士弄错了 才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种剪刀叫食用剪 把它放在兜里 吃饭时碰到硬的东西就剪一下 比如鱿鱼 章鱼 还有鲍鱼 尚栽不由得惊呼出声 佳赫笑着点点头 没错 您母亲牙不好 但很期待这次旅游时能吃鲍鱼 所以您夫人才想把食用剪送给她 昨天有个女人来买食用剪 我曾拜托老板 一有人来买这种东西就通知我 我就马上赶过来 这才有幸听那人说了这一番话 那人就是您夫人的朋友 受您夫人之托来买剪刀 您母亲明天就要出门旅游 想必您夫人也是慌了 她现在应该已经拿到朋友 替她买的食用剪了 尚栽不可思议 麻记 为了我妈 回到家 尚栽发现走廊里放着旅行包 应该是母亲的行李 尚栽偷偷打开包 没有食用剪 看来麻记还没有送给母亲 她正要合上包 忽见一个信封 正是前几天 林江藏起来的那个 她好奇地拿了出来 发现里面有一份宣传册 那是 一世制魔线亮版 Hello Kitty的宣传册 上栽效了 看来她不必担心麻记 会以怎样的方式 将食用剪送给林江 因为他们之间 自有交流的手段 这就是陶瓷店的媳妇的故事 第四章 钟表店的狗 家贺来到钟表店 说要找四田玄一先生 学徒张文把师父叫了出来 家贺拿出一张照片 问他是否认识三井疯子 玄一戴上老花镜 哦 的确见过 6月10号晚上6点左右 您去什么地方了 家贺问道 玄一终于想起来 说散步途中偶尔会遇到 在冰厅公园 我遛狗的地方 她好像很享受在公园散步 第二天晚上7点后 家贺再次来到店里 玄一刚好带着敦吉散步回来 家贺问 你确定是在冰厅公园 见到三井疯子女士的吗 玄一答 没错 家贺反复询问 但玄一坚持自己没记错 玄一问家贺为什么会知道自己见过三井疯子 家贺回答 我们在死者的电脑里 发现了一封没写完的邮件 上面写着 遇见了小周厅的钟表店老板 您确定在见到三井疯子女士的时候 她独自一人吗 玄一回答 是一个人 也可能有同伴 但我没看见 您散步回来大概是几点 7点左右 家贺说了声 我明白了 多有打扰便离开了 第二天家贺又来了 张文吃了一惊 说到师父晚上才回来 家贺问能否一起去遛狗 张文同意了 遛狗时 家贺问道 敦吉的名字是你师父取的吗 张文说 是师父的女儿 前不久刚结婚 离家出走了 现在住在两国地区 敦吉绣着道路往前走 走过日本桥小学 然后向左管 然后再过人行厅大道 进入甘酒横丁 这就是平常的路线 冰厅公园就在前面 然而在穿过人行厅大道时 敦吉停了下来 眼中流露出迷茫 张文小声说 咦 怎么了 应该是这边 张文牵着绳子走进甘酒横丁时 敦吉也老老实实跟了过来 然后又自己走到前面去了 他们走到冰厅公园 走进草坪 遛狗的人正三五成群的聊天 家贺说 前天我问四田先生 他说6月10号傍晚6点左右 在这个公园见过三井疯子女士 昨天我又来这里 询问六狗的人是否见过三井女士 但没人见过她 却都记得四田悬一先生带敦吉来过 敦吉在这里好像很受欢迎 因此我有点想不通 除了四田悬一先生 就再没有人见过三井疯子女士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还有一个疑问 家贺拿出一张纸 上面有几行电脑打印出来的文字 我刚回来 在那个广场上抚摸了小狗的头 这时又遇见了小周厅的钟表店老板 我们互相笑着说 真巧啊 上面写着 这时 那只小狗想必不是野狗 可见三井女士在遇到四田悬一先生之前 应该是和一个牵着小狗的人在一起 目前还找不到那个人 那些人也都说没见过 据之前碰到的一位遛狗的女士说 即便互相不熟 大家也大都认识来这里散步的狗 家贺忽然问道 前天我去店里时 四田先生在里边说的浑小子是谁 张纹本不想说 但觉得还是应该如实告诉刑警 是小姐的结婚对象 四田夫妇的独生女香苗 今年刚高中毕业 她参加完毕业典礼后 便和青梅竹马秀信私奔了 四田悬一很讨厌秀信 悬一到秀信家大吵大闹 还动起手来 却被秀信的父亲掀翻在地 后来悬一说要和香苗断绝妇女关系 因此小姐的话题现在在家里还是禁忌 他们快回到四田钟表店时 看到路口有辆出租车 车后座右侧坐着一位女乘客 是夫人 第二天 家贺又来了钟表店 她告诉张纹和夫人 四田先生说她那天五点半左右去遛狗 七点左右回来 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 昨天我们一起遛狗 无论走得有多慢 也就一个小时 四田先生恐怕顺道去了什么地方 并在那里见到了三井女士 但她不想让别人知道 便谎称在冰厅公园看见了三井女士 我已经知道她去哪了 请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您女儿怀孕了吧 昨天我看到您坐在出租车后座右侧 人们独自称出租车时 一般会坐在左侧 因为上下方便 您却坐在右侧 说明左侧有人 您送那人回家之后又回来 但您隐瞒了这件事 我已听这位小师傅 讲过您家里的事 马上便猜到那人是谁 之后我又去了银座 在商场里找到母婴柜台 有个店员还记得有两位女士来过 我这才确定您女儿已怀孕 夫人问 是这样啊 但即便您知道我和女儿一起出去 又怎么会知道我们去了母婴用品柜台呢 家贺答道 给我提供线索的不是别人 正是敦吉 昨天散步途中 他只有一次不知道该往哪走 就是在人行厅大道的路口 张文拉着绳子往冰厅走 敦吉也就跟着进了甘酒寒丁 他当时为什么会犹豫 因此我想 可能最近狗的主人在那个路口 时而往左而时而往右 往左是回家的路 而往右则能到水天宫 保佑身欲和次子的神社 被杀的三井疯子女士在邮件中提到 在广场上抚摸小狗的头 其实那并不是真的小狗 而是水天宫的小狗铜像 四田先生大概也是担心女儿 进行过各种调查 结果发现女儿怀孕了 我觉得他肯定是想等孩子出生了 就说为孩子着想 同意两人的婚事 小夫妻一起回娘家 从而了结这件事 这就是钟表店的狗的故事 第五章西炳店的店员 在西炳店 一位常来的女顾客走了进来 表情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 她今天来得比平时晚 她想买的蛋糕卖完了 这时她接了个电话 喂 啊 什么 为什么要用公众电话呢 哎呀 那可不得了 女顾客急忙向梅雪道别 然后就离开了 下班时 梅雪又想起刚才的女顾客 她经常在店里喝着红茶 慢慢品尝蛋糕 梅雪在工作的空档看向她时 总会不可思议地与她目光相对 每当这时 那人总是微微一笑 那是一张充满包容的温柔笑脸 两个月前 她第一次出现在店里 此后每两天便来一次 青睐红一正在低头布置舞台 手机响了 看到屏幕她不想接 虽不情愿 但还是按下了通话按钮 对方说 疯子死了 我觉得警察会联系你 我就想说这个 红一倒吸了一口气 不出声了 母亲的样子浮现在她脑海中 爽朗着笑着 怎么回事 父亲接着说 刑警说很可能是她杀 在小传马厅她住的地方 那不就在我家附近吗 红一心笑 她为什么会住在那里 母亲被杀的消息 让她过于震惊 她没有丝毫真实感 挂断电话 红一依然呆立着 她脑中一片混乱 完全无法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 大约一个小时后 警察找到了红一 红一告诉警察 自己大学没毕业 就离家出走了 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离家出走后 我买了新手机 号码也换了 没告诉父母 父亲派人调查了我的住处 大概半年前 忽然有个陌生男人来找我 说有件很重要的事 让我和父亲联系 我便给他打了电话 是我父母离婚 警察问 你母亲有没有可能 是在知道你的住处后 才搬到这里 红一说 不可能 父亲也不会把我的住处告诉他 红一去人心厅附近 打听到了母亲的住处 走到那个公寓前 她一直以为 母亲离婚后 回了老家很冰 完全没想到 她会一个人在这里生活 但她又觉得 母亲做得出这种事 她一直想从家务中解脱出来 与外界接触 上初中时 她听到母亲在电话中 对一个老同学说 我也想踏进社会 当时怀孕真是太失算了 这句话像刺一样 扎进了红一的心 从那以后 红一尽量不让母亲照顾自己 她不想让母亲觉得 自己毁了她的人生 这时 父亲直红从公寓里走了出来 似乎在配合警察调查 父子俩吵了两句 随后直红就跟着警察走了 就在这时 家贺走上前跟红一搭话 从家贺口中得知 母亲在帮大学时代的朋友 做翻译工作 红一的心里多少好受了些 母亲差点就要实现夙愿了 看来母亲离婚后 并未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几天后 家贺来到红一的排练场 告诉他案件的进展 通过对疯子电脑里留下的 一封没写完的邮件的调查 我们发现 疯子经常去水天宫参拜 那是保佑生育和顺产的神社 家里也有很多育儿杂志 我猜他身边可能有孕妇 而且与他关系相当亲密 否则他也不会每天参拜 我问过您父亲 他没有线索 那封邮件的收件人 是疯子离婚时请的律师 他只知道疯子每天都出去散步 但不知道他是去水天宫 红一表示自己也没有线索 红一这才开始后悔 身为人子 却不知道母亲在想什么 做什么 第二天女友亚美告诉红一 家贺去亚美打工的咖啡馆 打听疯子有没有来过这里 红一觉得很奇怪 不久 家贺又来找红一了 说 我知道你母亲疯子 搬到小转马厅的原因了 我通过调查疯子的邮箱 联系到了现居西雅图的 藤原真质子女士 她是疯子的朋友 去过你家几次 藤原女士今年三月 在日本乔散步时 偶然看见你骑车带着一个女孩 后又骑车离开了 藤原女士看到女孩走进一家 还没有开始营业的咖啡馆 她将这件事告诉了疯子 因为她知道疯子一直在找你 疯子随即搬到了小转马厅 我想她是为了找你才搬来的 但见到你女朋友后 她忽然改变了主意 疯子告诉藤原女士 要暂时躲在远处守护你们 虽然她没向亚美介绍自己 却频繁地去亚美打工的地方 红一听亚美说了 母亲疯子绝没有去过 亚美打工的黑茶屋 红一皱起了眉头 她越发糊涂了 佳赫看着她微笑起来 她的确经常去你女朋友打工的地方 准确地说 是她眼中你女朋友工作的店 当时藤原女士是这么告诉疯子的 从小转马厅路口往人行厅方向走 会看到一个路口的左侧 有一家三邪银行 从那里往左转 银行旁边有一家咖啡馆 红一的女朋友就在那家店打工 这在当时的确没错 大概两周后 疯子第一次来到小转马厅 她按照藤原女士的描述 朝人心厅走 藤原女士说的三邪银行 是在库流厅路口 然而在隔着一条街的大转马厅路口 有一家三邪大都银行 这是由三邪银行和大都银行合并而成的 这两家银行合并 就在藤原女士见到你之后 那时在大转马厅路口的还是大都银行 但是因为两家银行合并 当疯子去时 那里已经变成了三邪大都银行 疯子就在那里拐弯了 大转马厅的那家银行旁边 也有一个喝咖啡的地方 可见疯子一直认为那个女店员是你的女朋友 你去那家店看看你就会明白 疯子搬到小转马厅后 每天应该都过得很快乐 她完全沉浸在默默守望的余夜中了 红衣带着亚美来到那家叫卡特罗的店 看到女店员美雪后 她表情僵硬 直直盯着她 原来母亲是把怀孕的美雪当成了自己的女友 为了不让她产生剧烈的情绪波动 选择默默守护 母亲一直深深地爱着自己 这就是西炳店的店员的故事 第六章 翻译家朋友 翻译家吉刚多梅子最近一直情绪低落 经常做噩梦目见好朋友三井疯子 门里响了 是家贺警官 他来再次跟多梅子确认案发当天的情况 家贺说 您和疯子约好七点去他的住处 但六点半左右 您打电话将时间改成了八点 因为您要去见日裔英国人菊根次 你们在银座见面 七点半分开 然后您直接去了疯子的公寓 发现了他的遗体 多梅子确认说没错 家贺又问多梅子借手机看看 上面樱花花瓣形状的手机链是去年记上的 家贺问 最近疯子身边有没有人丢手机 多梅子说 没听说过 有什么问题吗 家贺思考了一下 说 有人用公用电话拨打过疯子的手机 是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左右 有人碰巧听到他接电话 说他没有使用禁语 从对话内容来看 对方好像是把手机落在哪里或者丢了 我以为打电话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 凶手是疯子自己请到家里的 但凶手不太可能忽然来访 很可能事先便以联系妥当 疯子原本和您约好七点见面 却还是将凶手请到家中 很可能因为您已经联系过他 要推迟约定时间 可见 凶手是在您打完电话后联系的疯子 在来电列表中 您的电话后面只有那个公用电话的号码 是下午六点四十五分左右打来的 我们假设对方说想去疯子家 但疯子已经和您约好在八点见面 一般人会以没时间为由拒绝对方 他却没这么做 只有一个可能 打电话的人那时就在疯子的公寓附近 也就是说 凶手早就知道疯子住在这里 而且可以不打招呼临时拜访 因此他们关系应该很亲密 听完家贺的推理 多梅子无法马上想起什么 家贺让他慢慢想 又说您没必要自责 而且多亏了您 调查速度加快了 案情也清晰起来 多梅子明白家贺这番话不仅仅是安慰 但他还是无法点头 三井疯子与多梅子是大学时代的朋友 疯子结婚较早 当他的独生子深入小学高年级时 他开始频繁联系多梅子 疯子非常羡慕多梅子有自己的事业 尤其羡慕他做翻译 后来他的独生子离家出走了 疯子开始考虑离婚 但疯子很担心离婚后的生计问题 多梅子邀请疯子来帮自己做翻译工作 疯子做得非常好 他说这些年来唯独没放弃过学习 不久 疯子便向丈夫提出离婚 他丈夫青睐直红非常干脆地答应了 只是在财产分割时 疯子得到的数额相当低 疯子说无所谓 比起前来我更想得到自由 他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读自翻译 所以多梅子决定在此之前帮助他 刚离婚时 疯子占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大概两个月前 他搬到了小转马厅 疯子说是inspiration 疯子每当说起那件事 总是一脸幸福 那里肯定有什么让他期待的 多梅子认为总有一天 疯子会告诉自己 便没有多问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 但一件意外 让两人的友情产生了动摇 多梅子的男友菊根次向他求婚 并且希望多梅子能一起去伦敦 多梅子和菊根次 是在大约一年前 去千岛渊赏夜英时认识的 他们认识不久便相爱了 对于忽然来临的求婚 多梅子感到愉悦与幸福 他在日本没什么牵挂 只担心疯子 多梅子向疯子说明情况 疯子听后很生气 那是三周前的事 后来他们又约了见面 两人本约在七点见面 但多梅子又打电话去改变了时间 因为根次突然打来电话 约他在银座见面 两人来到银座一家珠宝店 根次将一枚钻戒拿到他面前 多梅子感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他去了疯子家中 发现疯子倒在地上 脖子上有勒痕 睁着眼睛 他用颤抖的手拨通电话报了警 逐渐冷静下来后 多梅子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 若没有改变约定时间 疯子也就不会被杀 在他收到戒指幸福无限时 疯子正被凶手勒住脖子 承受着地狱般的痛苦 悲伤后悔和自责 在多梅子心中迅速膨胀 不可收拾 晚上根次在电话里告诉多梅子 家贺来找过他 带了人行厅的特产鸡蛋烧 还问他平常吃饭是不是用刀叉 局根次告诉多梅子 关于案件 他问我有没有见过疯子 我回答我们三人一起吃过两次饭 细节不记得了 应该是说了我们俩怎么认识之类的 那个刑警说他也想听听 后来他又要我给他看我的手机 多梅子文言吃了一惊 想起白天家贺说过的话 难道家贺在怀疑根次 或者是怀疑自己 多梅子挂断电话 他回想起上次和疯子见面 疯子说 是你说你会帮我 我才决定离婚的 那天他们不欢而散 疯子可能对多梅子失望了 而且好不容易要见面 多梅子却无法再约定时间赶去 推迟了一小时 他当时大概很生气 这一个小时夺去了疯子的生命 对不起疯子 他以后大概会经常这样自言自语 但不管如何道歉 对方都听不到了 家贺又来找多梅子 他给多梅子一个盒子 告诉他 这是疯子在被害前几天买的 好像是给谁的礼物 多梅子拿起盒子 盒中有两双筷子 上面有细小的花纹 他吃了一惊 那是樱花花瓣的花纹 多梅子的泪水夺矿而出 家贺说 您明白他要给谁买礼物了吧 樱花对于您和菊先生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回忆 你们是在千岛渊赏夜阴时相遇的 所以您的手机链是樱花花扮形状的 菊先生的也一样 多梅子瞪大了眼睛 所以您才要求看他的手机啊 家贺又说 前几天我给您带的百香果和杏仁豆腐果冻 就是疯子在案件发生前想买的东西 但遗憾的是 那种果冻当时不巧卖完了 我在西饼店一听说这件事 就觉得疯子应该是想跟您和好 所以我才想查明他是给谁买的礼物 多梅子看着家贺 深深鞠了一躬 眼泪落到了他紧握筷子的手上 这就是翻译家朋友的故事 第七章 宝洁公司的社长 红毅正在参加戏剧排练 突然导演喊了停 导演看出了红毅没有集中注意力 他也知道其中的原因 他把红毅拉到一旁 他告诉红毅让他暂时不要参加演出了 等他母亲的事结束了再回来 红毅答应了 红毅觉得自己应该去了解母亲死前的情况 他对母亲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 更不知道母亲为何被杀 他首先找到了母亲离婚时请的律师 律师表示 自己要为委托人保密 虽然您是他的儿子 我也不能告诉您 但是您母亲看起来很幸福 我从邮件中能感觉到 他好像在思考未来 红毅心中再次产生想哭的冲动 疯子的邮件之所以充逸着幸福 肯定是因为他沉浸在 长孙即将诞生的愉悦之中 另一边 红毅的父亲青睐直红 正在跟公司财务岸田讨论工作 岸田提出公司需要裁员 还说这个公司不需要有人端茶倒水 直红知道他说的是自己新招的社长秘书 他让岸田别管这事 岸田离开后不久 一脸无辜的秘书又离走了进来 他说 家贺警官来找过我 他说我个子很高 问我平常做什么运动 还让我给他看了手上的戒指 直红让他不要在意这些 从律师那儿没问到什么的红毅 又去找了家贺 家贺告诉他 三井疯子女士 您的母亲最近可能需要钱 所以他好像要再次和青睐直红先生 就财产分配问题进行交涉 而且他发现了一个婚姻无法维持的原因 这样就能以精神赔偿为由 重新申请财产分配 红毅立刻反应过来 您是说我父亲有外遇 家贺给红毅看了直红的秘书的照片 红毅觉得有些眼熟 但应该没见过 和家贺分开后 红毅就打电话给直红的公司里的一个职员 打听到了工本又理 他从今年4月开始就成为直红的秘书 第二天 红毅跑到直红公司楼下等 然后叫住了工本又理 他说 工本小姐 我是青睐直红的儿子红毅 我想问见私事 工本又理直视红毅的眼睛 说 我知道了 另一边 家贺也找到了直红 家贺告诉他 疯子搬到小转马厅的原因 他一直在寻找儿子的消息 以为他的女友怀孕了 便决定留在他们身边 如果疯子没有被杀 直红或许会笑他愚蠢 但现在不一样 光是听到这些话 他就感到胸口作痛 家贺接着说 对于一般人来说 一个男人刚离婚 便把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子放到身边 总会有人怀疑 他们是否已经交往很长时间 但据我推测 你们该不会有血缘关系吧 工本小姐左手的戒指 是手工制造的 我以前见过类似的戒指 应该是用50元硬币错的 据说在20多年前很流行 没钱的男人用这种方法 做戒指送给新上人 但现在已经没人这么做了 即使做 也会按照无名纸的大小 而不是小纸 我猜那是送给工本小姐的母亲的吧 那位女士应该手很小 直红叹了口气说 那时我才二十几岁 也没有钱 在卡拉OK打工 在直红打工的卡拉OK里 有个叫护记子的女人 比直红大五岁 离过婚 有一次直红送喝醉的护记子回家 两人发生了关系 然后就相爱了 护记子过生日的那天 直红拿出了一枚 用50元硬币制作的戒指 向他求婚 他非常感动 但并没有给直红答复 他说明天开始我要回娘家住三天 然后再答复你 但此后他再也没出现过 只留下一封信 信里说直红向他求婚 他真的很高兴 但不想毁了直红的前程 只好选择离开 他还激励直红 说父母好不容易供他上了大学 即便是为了报答父母 他也应该认真寻找自己该走的路 那天之后直红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辞掉了夜里的兼职 到一家家政公司当学徒 在家政公司学到的专业技术 成为他后来创立保洁公司的基础 两年前直红在银座的夜总会发现了幼里 他长得跟护妻子一模一样 还戴着这枚戒指 幼里告诉直红 戒指是母亲的遗物 母亲已经过世了 两人相认之后 直红想尽父亲的责任 便把幼里安排在身边 想等时机成熟就向大家宣布 直红说 本来必须先跟红毅说的 但没想到发生了这样的事 我的计划全乱了 红毅好像也越来越讨厌我 根本没法跟他谈这些 突然直红的手机响 是幼里发来的邮件 标题是紧急 直红慌望查看 随即发出尖叫声 幼里是这样写的 我正和弟弟在一起 要是您能过来跟我联系 幼里 直红一言不发地让家贺看了邮件 家贺起初也很惊讶 但立刻笑容满面 新家庭好像已经开始了 赶快去吧 这就是保洁公司的社长故事 第八章民间艺术品店的顾客 和第九章日本桥的刑警 家贺警官来到一家叫 童梦屋的玩具店 打听最近有没有顾客买陀螺 店员说这个陀螺并不好卖 偶尔能卖出一两个陀螺 最近一次是一个顾客 在6月12号买过 是个中年男人 个子不高 穿西装 像是刚下班 家贺问 陀螺中有大中小三个型号 那个人是毫不犹豫就选了小号吗 店员说 不知道 只记得他好像在陀螺前 站了挺长时间的 家贺买下摆在前面的所有陀螺 就离开了 过了几天 家贺再次来到童梦屋 老板娘问 听说小转马厅的案件是绞杀的 难道我家陀螺的线跟凶杀案 家贺盲挥手 不是不是 宁家在12号卖出陀螺 凶杀案是在10号发生的 对不上 而且我们已经用科学的手法 判明了凶器是一种什么样的绳子 和宁家陀螺上的绳子不一样 宁家的陀螺线是祖神吧 凶器不是祖神 我还发现了一家卖陀螺的玩具店 那家玩具店卖的陀螺线是碾神 老板娘说 莫非凶器是碾神 家贺没有回答 只是微微一笑 几天前 家贺去了另一家玩具店 他问老板最近是否卖出过陀螺 老板说并没有卖出过 但是被偷了 家贺很感兴趣 便问什么时候 6月10号 老板左川答道 家贺买了陀螺 并当场解下了缠在上面的陀螺线 看了一会儿 小神说道 是碾神啊 因为很少有人知道这种绳子的名称 左川听了很惊讶 然后家贺又问左川 知不知道其他卖陀螺的店 左川只想到一家 就是同梦屋 听家贺的语气 他好像随后就去了那里 家贺和上山警官一同来到岸田事务所 家贺问岸田要坐 6月10号晚上您去了哪里 上山警官很吃惊 因为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岸田 岸田果然面露不悦 他声称 6点半以后 他离开事务所 逛了逛书店 8点左右到儿子家 9点多离开儿子家 走出大楼后 上山质问家贺 不该问不在场证明 家贺说 事实证明还是问一下好 岸田在7点到8点之间 没有不在场证明 三井疯子的儿子说过 岸田多次去过他家 所以他曾经听到三井疯子女士 跟岸田说话时 没有用敬语 岸田是青睐直红的学弟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 但刚才岸田说不怎么去青睐家 还说和死者不怎么熟 可疑吧 上山撇了撇嘴说 但是仅凭这点怀疑岸田 也有点说不过去 他没有杀害三井疯子的动机 他们来到了岸田要坐的儿子 岸田客栽的公寓 上山没提案件 向岸田客栽的儿媳妇林子 晚上岸田要坐是否来过 得到了八点左右来过的肯定答案 林子的儿子正在地上玩陀螺 迦赫问林子 陀螺是在哪里买的 林子说是公共岸田 要坐12号晚上带来的 走出公寓 迦赫问上山 看了那对夫妻的生活状况之后 有什么感受 上山回答 只觉得他们很奢侈 迦赫说 就是这一点 他说他丈夫每晚都要接待客户 很晚才回来 但根据我的调查 岸田客栽在会计部 和接待客户扯不上关系 迦赫拿了一个陀螺到鉴定科 将陀螺线和死者脖子上的勒痕 进行比对 鉴定结果表明 绳子的粗细和碾伏 都和勒痕完全一致 在10号傍晚 凶杀案发生前 卖这个陀螺的玩具店被偷了 另外 迦赫发现 岸田要坐虽然送出了陀螺和陀螺线 但陀螺线并非原装 不是碾绳 而是没有碾过的祖绳 他肯定在哪里单独买了绳子 然后配上原来的陀螺 所以迦赫去找了岸田买祖绳的商店 迦赫在人形厅的同梦屋 买了一整箱陀螺回来 陀螺分三种 陀螺线的型号也各不相同 迦赫认为 岸田要坐为了确认哪根绳子更合适 肯定碰过多个陀螺 对这些陀螺上的指纹进行鉴定后 警方发现其中几枚指纹 同取自岸田名片的指纹一致 下一步就是要弄明白 岸田为什么要把那个可疑的陀螺送给孙子 迦赫再次去岸田儿子家里询问 果然从林子口中得知 岸田要坐10号就把陀螺放在包里了 之后陀螺被他孙子发现了 他借口望带陀螺线 先把陀螺带走 下次再和陀螺线一起带来 既然说了要将陀螺送给孙子 就不能反悔了 所以12号他把陀螺和陀螺线一起带来了 于是岸田被逮捕了 以下是岸田的供述 27年前 我开了一家税务师事务所 大学时代的师兄青睐直红联系上我 说他想开一家保洁公司 希望我能帮忙 我答应了 结果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后来青睐决定再开一家公司 并让妻子三井丰子当社长 还为此开了一个银行账户 账户虽然名义上是丰子的 但实际是由我管理的 20年过去了 青睐夫妇协议离婚 丰子也同意了财产丰割方案 但这个月丰子突然联系我 他听说工本当了社长秘书 还是青睐的恋人 想确认是否属实 他想找证据证明青睐在离婚前就有婚外情 从而拿到精神补偿 他坚持要看公司的账本 还提起了20年前创立的那家子公司 想查那个账户的现状 我非常紧张 因为我不想让人知道那家子公司的情况 从多年前起 我便开始为经社长封子许可 擅自从他的账户里取钱 而且我还按地操作 使得远高于税务师报酬的钱 流向我的事务所 金额大概多达3000万 我将这些钱都用来还债 税务师事务所的经营状况不好 我还因赌博欠下了不少钱 疯子似乎非常着急 我害怕他去找青睐 只好告诉疯子会给他一份报告 那天傍晚离开事务所时 我已下定决心要让疯子死 为了给自己制造不在场证明 我打电话告诉儿媳 会在8点左右去他们家 我想找件凶器 便开始在人行厅转悠 我觉得自己用不了刀具 于是我决定找绳子 就在这时 我在一个玩具店前面看到了那个陀螺 我趁周围没人 迅速将陀螺放进西装口袋 随即离开 活了这么大年纪 我还未偷过东西 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我解下陀螺线 将陀螺放进提包 打电话给疯子 他见我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有点奇怪 我便谎称我的手机坏了 疯子毫无防备地让我进了房间 在他转身的瞬间 我从后面勒住了他 他死了以后 我将绳子从他脖子上取下 用手绢擦掉了门把手和门铃上的指纹 然后我就打车去了儿子家 大概八点前就到了 本想商量我妻子三周年纪的事 但我心不在焉 只跟儿媳胡乱聊了些家常 不料 五岁的孙子看到了我提包里的陀螺 儿媳问我为什么有这种东西 我一时想不到合适的理由 只能说是熟人送的 但是陀螺线忘在事务所了 当时绳子就在我裤兜里 但我无论如何 也不能拿杀过人的绳子给孙子挽 于是我说下次连陀螺线一起带来 暂时要回了陀螺 我想另配跟陀螺线 但我不敢去透过陀螺的那家店 我在商店街上走着 很快发现了同梦屋 我把店里的陀螺一个个拿在手里 比较大小 买了最小的陀螺 然后我去儿子家 将前几天买的陀螺和刚买的陀螺线 一起送给了孙子 岸田要做的供词 没有太大的可疑之处 唯一奇怪的是 警方发现事务所的经营并未恶化 在他身边也没有人知道他沉迷赌博 可是不管问多少次 凶手总是坚称事务所的经营 表面上没恶化 是因为自己掩饰的好 而且赌博也瞒着大家 上山去探视岸田 说自己有个儿子 非常溺爱 三年前 某派出所的警察打来电话 说他抓住了一个 不戴安全帽就要开摩托车的少年 而且没有驾照 我询问详情 发现少年是我儿子 我请对方放了我儿子 儿子刚上高中 要是被学校发现 很可能会被开除 当然我也责备了儿子 但他并不在乎 一周后我就受到了惩罚 儿子在首都高速上 出交通事故死了 当然 他仍然没有驾照 后来我才知道 儿子还曾向别人炫耀 说他差点被捕 一说老爸是刑警 警官便放了他 所以以后稍微犯点错也没有关系 听了上山警官的故事 岸田开始浑身颤抖 而且越来越剧烈 然后抽气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他抬起头来 两眼通红 岸田要做侵吞 青睐夫妇的财产 并不是为了偿还自己的欠款 而是因为儿子客栽苦苦哀求 客栽挪用公司的钱 即将被审计部门发现 令人吃惊的是客栽完全不知道 父亲是如何筹钱的 他认为那不过是父亲的事务所赚到的钱 真是天真 顺便说一句 他老婆也不知道丈夫挪用公款 他好像不觉得自己比别人过得奢华 上山来到家贺面前 问道 家贺 你到底是什么人物 家贺回答 我不是什么人物 在这条街上 我只是个新参者 新参者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视剧中还增加了一些原著中没有的情节 比如在最后两集中花了很多篇幅 描绘了青睐之红和岸田客栽 可能是用他们身上的疑点来增加悬念 也可能是丰满人物 因为原著里没有我就省略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电视剧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啦 我每周六会更新视频 希望感兴趣的小伙伴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那我们下周再见吧 谢谢啦 谢谢大家